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成交额,在A股市场许久未见,互是成交额不足千亿,上一次还是发生在2016年1月7日,受熔断影响,A股当日交易时间不足20分钟,成交额仅799.82亿,是件不断的医药股,上半年一只独秀的医药板块,最近也创了一个新记录,这次不是涨幅,而是黑天鹅。 7月15日,接连曝出狂疹病疫苗和百白破疫苗问题,长生生物陷入了深深的舆论风波,7月16日,虎秀对华大基因漏检事件发文后,华大基因连续数日跌停,7月29日,每年大健康甲一门事件,华海药业全球23个国家,紧急召回含血沙坦产品, 此外还有血制品龙头上海来市赤字14亿炒股,中暴巨亏6.6到8.7亿,医药向来大牛股被出支的。 回顾历史,中美医药行业均显著,稳健的超越市场,行业内部牛股被出,孕育了众多资本市场明星,然而最近,受问题疫苗事件的影响,股市力跌得最凶的。 当属医药板块了,有机构认为,经过上半年的上涨,医药板块估值已经产生泡沫,叠加突发事件带来的负面情绪影响,短期应当回避,但也有机构坚定看好医药板块当下的配置价值,认为偶发,事件拖累了部分优质个股,错杀之后长期投资价值进一步凸显,爆雷不断的医药板, 让从前那个安全边际十足的投资焦点,一下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雷区,从偶然到必然,医药股还能继续投资吗? 8月31日,时值国际医学上市,25周年之际,国际医学联合新财富共同举办的创新驱动发展品质成就价值, 2018新财富大健康产业论坛西安峰会,继国际医学商市25周年庆, 承邀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,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, 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新业证券医药首席徐家锡等券商医药首席分析师,保险,公募私募等机构投资者, 一同深入探讨与交流,反卖下半年大健康产业的投资机会, 那么,本次活动将具备哪些精彩亮点呢? 活动三大精彩看点,国际医学作为我国大健康产业机构的一个重要代表, 一大健康医疗服务和现代医学技术转化应用, 为主业创新探索医院家互联网家保险,运营新模式, 近年通过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,坚持科技创新和稳健经营, 相结合的发展策略,现已发展成为国内大型上市医疗产业集团之一, 01之行合一,实地走访家论坛交流相结合本次活动, 将不再局限于业界专家以及产业分析师关于行业的分享, 而是通过实地参观西安国际医学中心项目,国际生殖医学中心项目, 西安高新医院,再结合论坛峰会的深度探索, 全面解析行业机遇,02行业经营云集, 并集智囊思维碰撞出调研过程中的详细讲解外, 在论坛上,医疗协会领导,宏观经济学家, 医药行业最佳分析师,公司募等机构投资者, 还将深度分析大健康产业发展前景, 营建全生态健康产业集群, 指点投资机会, 演讲嘉宾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, 研究院院长任泽平,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, 建秘书长郝德明星业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, 医药首席分析师, 新财富医药行业最佳分析师, 2017年第一名, 徐嘉熙03聚焦热门产业, 深度剖析大健康近年来, 伴随着健康中国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, 一系列扶持, 促进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紧密出台, 在国家政策暖风和良好市场环境的催化下, 社会资本大举涌入医疗服务领域, 健康医疗产业的投资, 并购日益频繁, 医疗康养产业已成为无可争议的投资新风口, 除去良好的政策环境, 人口老龄化, 亚健康状态与气候环境变化, 科技发展为大健康产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, 这对于看好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前景的人来说是个大惊喜, 与志同者携手, 与道合者前行抓住财富先机, 引领资本前行八月精彩盛会, 携手参与其中, 下课后,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